寂静的雨夜,开店夫妻偷遭不测 他们为何招来了杀身之祸 嫌疑人身份难以确定 一件半年前的往事 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 雨夜中的黑幕,凶案中的谜团 智慧与狡诈之间的较量 丹东警方该如何破解谜案 雨夜梦中人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您好 少女 救不死 回来 lugar有两 有一个人是有没有 还有那个 时候 我赶紧过来 是失故还是什么事啊 在这家一家里边 我看是两个人 我也这么清楚 你见面就失故了 2013年5月9日 一大会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 激动一起报案 案发地点位于 丹东市东部的这家饭店内 受害人是一对夫妻 同时也是这家饭店店主 清晨时分 邻居们便发现 两人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地躺在店内 当时看到了 就是门槽就敲开了 敲开了 我都行他家去世了 就人偷了 你爬窗望 一望偷 可偷的是血 鸡膀跑下开 一望后上望 一望 头往就写 你被盖在这儿 勘察人员在对受害人 进行观察后发现 男受害人已经死亡 女受害人仍然有一丝 微弱的气息 于是女受害人 被迅速送往医院 进行抢救 很可能犯罪嫌人 认为她已经死亡了 但是没有死亡 她呢 她呢 她有一定的活动能力 经过一段的昏迷时间以后 又收起过来 下意识地走到了门外 但是因为丧失很重 最后呢 踏在一个凳子上 就形成了外面的血迹 受害人李素梅和陈刚 都是姚宁省丹东市人 经营这家小饭店 已将近三年 由于饭店 地处丹东市振兴区的外房公路 交通繁忙 因此平日里生意也较为红红 夫妻俩为人也很热情 这夫妻二人的遇害 使邻居们都感到非常诧异 技术人员正在对案发现场 进行细致勘查 在位于饭店西北角的 卧室墙上和柜子上 都有大量喷溅血迹 那么从现场上看 这个死者 就是被对应物体打击头部 造成了颅脑外伤的死亡 勘查中 技术人员发现 挖在墙上的女士背包 卧室里的衣柜 以及饭店的收银台 都有被翻动过的迹象 饭店的防盗窗 也有明显的效度痕迹 显然 嫌疑人士企图 在饭店打样以后 撒开窗户 进入室内 实施盗窃 由于饭店的客流量较大 技术人员采集了大量的足迹 其中嫌疑最大的 是留在饭店厨房窗台上的 这半枚足迹 经过观察 这半枚足迹所呈现的状态 使技术大队大队长张涛 感到有些奇怪 在窗台上那枚足迹 脚脚是超前的 超外面的 按照我们传统的 是打开以后 它就拽进去行的 但是它没有 它就是说 这边你的窗台 把它这个 不敲开了吗 然后就倒进去 虽然现场的种种迹象 都表明 嫌疑人只出于 盗窃的目的进入室内 但是从嫌疑人 对受害人的行凶特点来看 嫌疑人 似乎并非入室盗窃 那么简单 从现场四处攀剑的血迹 和受害人的受伤情况来看 受害人遇害时 遭到了连续击打 如果嫌疑人 只是为了入室实施盗窃 他又为什么要 这两名受害人 于死地呢 感觉呢 被害人的作用之间 有可能意识 有可能见过面 难道正如门光斌所说 嫌疑人与受害人 是熟人关系 他是因为在盗窃财物时 被受害人发现 从而杀人灭凑吗 在受害人所睡在床旁边 有一把铁锤 如果嫌疑人是在盗窃时被发现 这把铁锤便是他可以顺手拈来的凶器 而且这也恰巧符合技术人员 对嫌疑人作案凶器的初步推断 我们认为 是一个易灰洞的 金属类的物体 凶器 但是在经过技术人员的仔细观察之后确诊 这把铁锤并没有被嫌疑人所使用的 这个凶器上一定灾染大量的血迹 现场发现的锤子上面没有血迹 而且上面有一定的灰尘 这说明根本没有用 如果嫌疑人没有使用室内的工具行凶 那么他的作案工具又在哪里 难道他是自带的凶器人 在对男受害人所睡的床进行勘察时 技术人员在男受害人尸体的旁边 发现了半条金像链 并且在男受害人紧步 法医还发现了叫声的勒痕 就初步来分析来判断 这个犯罪嫌疑人把男性死者打死以后 发现了脖子上还带着一个信价样 就随手给他摘起来 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他已经摘到手里以后 就脱落了一段就在他的右手 如果他是一个老手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抢半条 可能会把一条全部拿走 只有在这个人非常极度恐慌 极度紧张的情况下 他可能抓了一把就离开了 现场的种种迹象表明 嫌疑人可能与受害人认识 又是以集裁为目的潜入室内 但是嫌疑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 行凶杀人呢 在丹东市某医院 医务人员正在全力对女受害人 李素梅进行抢救 由于伤势过重 女受害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犯罪行业人究竟是谁 他与受害人是什么关系 此时这个答案只有女受害人李素梅能够解答 我们这块也非常着急 多次就是说派侦察员 守护在派侦身边 希望派侦人能够庆幸以后 为我们侦察工作提供点方向和限制 犯案人员走访调查得知 由于案发当晚下着小雨 顾客较少 案发的饭店与周围的店铺 在夜里十点左右便陆续关了门 案发时 船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响动 侦察员对饭店的三名服务员和一名厨师 分别进行了询问 后经过调查 由于都不具备作案时间 暂时排除了这四名员工的作案嫌疑 同时在询问中 办案人员也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通过服务员了解到 有几拨客人曾经在饭店里设过账 也跟老板发生过一些小矛盾 但是当时都可以化解了 并没有获得太有力的 与案件线索有关的一些证据 一族侦察员仍然在医院等待着女受害人苏醒的消息 就在这时 女受害人的妹妹在听闻姐姐遇害后匆忙来到了医院 在先前的走访中 办案人员对于受害人的妹妹已经有所了解 面对询问 她是否能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有妹妹跟她关系的好 她的妹妹经常来她饭店吃饭 来她饭店帮她就很忙 然后也偶尔会帮她收款 当办案人员问到 有哪些人与其姐姐或者姐夫发生过矛盾事 李素美的妹妹脱口而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刘强 寂静了雨夜 开店夫妻偷遭补测 他们为何招来了杀身之祸 嫌疑人身份难以确定 一名可疑男子进入警方视线 面对询问 他将做出怎样的回答 女受害人从昏命中苏醒 一条新的线索 能否为案件带来捉击 雨夜梦中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经过多个小时的当代 女受害人依然婚礼不醒 办案人员在对受害人妹妹的询问中了解到 有一个名叫刘强的村民 曾经因为耕地生物问题 与受害人发生过激烈的矛盾 于是一组侦察员 前往受害人家所在的农村 对可疑男子刘强 展开调查 面对警方的询问 刘强显得异常紧张 刘强现年46岁 平时以种植玉米为生 当办案人员问到 是否与受害人李素梅一家 发生过矛盾时 刘强说 一年前由于自己将玉米种到了李素梅家中的耕地中 两家人因为此事发生过多次口诀 但是最终两家人已经得到和解 他也并没有因为此事在心中产生怨恨 更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 对两名受害人 对两名受害人实施报纸 侦察员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后 也证实 案发当晚 刘强一直待在家中 并没有作案时间 如果刘强不是犯罪嫌疑人 那么还有谁会具有作案嫌疑呢 当侦察员正在外围进行走访调查时 医院传来消息 女受害人李素梅 在经过11个小时的抢救后 终于苏醒了过来 办案人员试图询问受害人 案发当晚的具体情况 你问她的话 她可以说的 她可以听清 也可以回答得很清楚 但是她不能说一段话 一句两句她能说清 虽然说话还很吃力 但是女受害人 还是说出了一条重要线索 两句话 一句话是不认识 第二句话是两个人 她说用肯定的语气 说出来是两个人 而且我们多次对她进行确认 她一直就是咬定是两个人 李素梅称 她并不认识犯罪嫌疑人 而且案发当晚 入室行凶的是两个人 这个信息不仅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并且推翻了警方 先前对于熟人作案 和单人作案的推断 由于伤势过重 除了这条线索外 受害人再也没有说出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这也使得进展缓慢的调查工作 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 究竟谁还有作案嫌疑 技术人员对案发现场所提取的数十处血迹逐一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这些血迹均属于两名受害人 没有出现第三者的血迹 这说明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并没有与受害人发生激烈的搏斗 那么嫌疑人的具体作案时间究竟在几点 从案发现场餐厅内的景象可以看到 有几张餐桌仍然没有收拾 那么5月8号夜里最后离开饭店的客人又是谁呢 当天晚上是嫌疑人几个家属 他妹妹他妹夫到他家来吃饭 所以说当天晚上最后一桌饭吃完的是他们家自己的 办案人员调查得知 女受害人的妹妹和妹夫平日经常到店里帮忙打点生意 5月8号晚上一家人吃过夜宵后 10点左右妹妹和妹夫离开了饭店 法医在对男受害人进行尸检时发现 从胃中食物的消化程度来看 受害人的死亡时间与最后一餐将近4个小时 因此受害人的死亡时间大约在5月9号凌晨2点 凌晨2点正是人们处于深度睡眠的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除了受害人以外 还有谁能够看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通过我们对案发现场的勘察 我们发现在案发现场对面有一个电子探头 在饭店斜对面30米处的一家电脑维修店外 办案人员找到了一个监控探头 这个监控探头是否能够看到 案发时候饭店内所发生的一切 在丹东市公安局视频警察支队 办案人员对电脑维修店外的监控探头 所拍摄的录像进行仔细观看 由于案发障碍下着小雨 光线叫暗 导致录像画面非常模糊 并且监控探头的拍摄角度 也使办案人员感到非常失望 人家看不到案发现场 只是在案发现场的东侧 能够扫着一点道边 就这么情况 就是说当时看的那个视频效果 特别不理想 由于案发地点较为偏僻 这个监控探头 是案发地周边500米内 唯一的监控探头 他能为案件的侦破 带来转机吗 看来没有大程是 几个六小时吧 十个小时 一个老板 一定会发现有限制 与此同时 侦察员的外围排查工作 仍怎进行 据邻居们反映 有一位板材加工厂的老板 刘某 曾经多次向男受害人借钱 用于资金周转 女受害人也曾经多次 在聊天中抱怨说 这笔钱迟迟未还 虽然女受害人声称 并不认识犯罪嫌疑人 但是犯罪现场的种种迹象 也表明 嫌疑人急需要钱 那么刘某会不会 因为债务问题 行凶作案 寂静的雨夜 开店夫妻突遭不测 他们为何招来了杀身之祸 嫌疑人身份难以确定 板材店老板 是否与案件有所关联 监控录像中 一个可疑黑夜 是否就是犯罪嫌疑人 雨夜梦中人 片榜栏目正在播出 办案人员赵初兰 曾经向受害人多次借钱的 板材加工厂老板刘某 进行询问 板材厂老板给我也是一个就是说 也是很和善 也不像是一个就是说 骗财骗钱的人 询问中刘某承认 他的确曾经多次 向难受害人陈刚 借过几万元钱 用于板材加工厂单 资金周转 但是在案发嫌疑中 他已经把这些钱还给了成账 虽然侦察员一时还无法证实 这些欠款是否真的已经归还 但是通过调查 案发当晚 刘某也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所以刘某的嫌疑 也暂时被警方排除 那么究竟谁还具备作案的动机呢 女受害人坚持说 并不认识嫌疑人 可是从案发现场的种种迹象看 嫌疑人又像是 对饭店的环境很熟悉的人 受害人所经营的饭店 地处城乡结合部 平时来这里吃饭的 多是大货车司机 和周围工地上的工人 于是报案人员 开始对这些人员 进行大范围走访排查 在丹东市公安局视频警察支队 办案民警依然在对这段模糊的录像 进行仔细观看 由于光线昏暗 办案民警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观看 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当时就感觉这案子 如果是说再没有线索 把这个案子就失去咱们破案的黄金器 如果嫌疑人要进入案发现场 那么周边的探头就可能记录下 他的行动轨迹 虽然这个探头 没能拍摄到案发饭店的正门 但是它却足以捕捉到 饭店门前道路的情况 嫌疑人究竟是从何而来进入饭店的呢 2013年5月9日凌晨 1点06分 一辆面包车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线 我那个镜头啊 看的这个部位 你现场大概能有20多左右 他在这个镜头那个 我们看的不会边缘停了一下 大约停十分钟 这个有人上下 当时也是怀疑这个是不是他们 这段录像中 面包车上的人员从下车到上车离开 一共用时十分钟 他要进入房间 并且是说他不是推门进去 是撬开窗户进去 并且他要做案 这个时间不会小于十分钟 或者是只能更长 案人员继续对这段监控录像 进行仔细查看 在1点18分 一个缓缓划过的黑影 引起了丹东市公安局 视频警察支队副支队长赵辉的注意 然后我就重新给倒回来 倒回来又重新看了一遍 就觉得好像有一个黑影 挺大的黑影 速度特别慢 向这个 向安法现场走 如果是说 人的话 你走的话 走这个速度 走这个速度有可能 但是他这个黑影的体积 和这个人的体积明显 就是说不一样 要比这个人明显要大 他要比人体明显要大 我已经是一个 就是那个小微型面包 这么个车 后来就是通过回放 看到好几遍 我觉得应该是个摩托车 并且这个摩托车 还关着车灯 如果正如赵辉推断 外面中的人 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是一辆摩托车 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漆黑的夜间 关掉车灯呢 赵辉继续观看监控录像 大约七分钟后 同样是一辆 没有开车灯的摩托车 从案发地的西侧驶住 在案发地斜对面停响 两分钟后 一个人影小跑穿过马路 进入了案发饭店所在的区域 推测了一下 我说他如果是说 他到案发现场 做案大概怎么一点 需要十几个到二十个 或者是说搬个手不足用 所以说我就 始终就盯着这个路面 看有没有人 从这个马路对面 又回来 赵辉仔细盯着监控录像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监控录像中 有一个人影 急匆匆地跑过了马路 并且停在了 半小时前停车的地方 十几秒钟后 车灯亮了 往上之后 摩托特别快 开始向那个 当中是那种 所以说这个人的 嫌疑是特别特别大 赵辉的这个发现 顿时是陷入僵局的侦查工作 有了新的线索 于是 中案组开始根据 可疑人员离开的方向 进行监控追踪 寂静的雨夜 开店夫妻突遭不测 他们为何招来了杀身之祸 嫌疑人身份难以去递 办案人员追踪可疑摩托车 独居男子 是否就是犯罪嫌疑人 面对审讯 他从容自重 警方如何找到 更加有利的犯罪证据 雨夜梦中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监控中 先后有两个人 朝着案发饭店的方向走去 前后相隔近七分钟 这恰好符合 女受害人李素梅所描述的情况 办案人员 从监控录像中 出入了一半 他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是一辆摩托车 于是 专案组决定 根据这辆摩托车的行驶方向 沿路查找更多的监控探头 并在这些探头所拍摄的监控录像中 对其摩托车的人员 进行逐个分析 精确锁定 侦察员根据摩托车的前进速度和前进方向 逐渐从案发地追踪到丹东市区内 由于丹东市的摩托车数量较多 市内道路复杂 追踪难度也逐步加大 这使得办案人员的调查工作 需要更加严谨和细致 根据当前警方所收集的监控录像 办案人员初步确定 其中一名嫌疑人所驾驶的是一辆红色摩托车 并且根据摩托车尾部巨大的反光现象推断 这辆摩托车有后备箱 虽然已经调取了大量的监控 但是办案人员发现 嫌疑人仍然在向前行驶 依然无法确定嫌疑人的最终弱脚点 于是办案人员需要继续根据 嫌疑人行驶的方向 调取更多的监控录像 由于很多监控探头都是群众自主安装 很多监控录像的时间设定并不准确 与北京时间有一定差距 这也使得警方的追踪工作难度大大增加 因为有的监控探头 民间探头跟北京时间可能相差几个小时 甚至十几个小时 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算好 再通过细致的查看 每个探头可能要看上五到十遍 才能确定 这个探头是否出现过这些人 在佐宁这个实验人骑的摩托车的时候 当时说确实下了很大的名 每一个细节必须都扣到位 办案人员经过严密追踪 终于在一家加油站的监控录像中 看到了这名可疑人员的清晰影像 但奇怪的是 画面中的这辆摩托车 并不是办案人员先前所推测的红色 而是蓝色 并且也没有后备箱 难道办案人员在监控追踪的过程中 出现了疏漏 在之前的多段监控录像中 可以看到 由于夜间光线较暗 一直无法识别出摩托车的真实颜色 很有可能在路灯的照射下 摩托车的颜色呈现为红色 并且在这辆摩托车进入市区内后 一直都关着车灯 所以这辆摩托车仍然具有重大情 办案人员继续对这辆蓝色摩托车进行追踪 最终发现 嫌疑人驾驶着摩托车 进入丹东市镇安区九连城镇套外村之后 便消失不见了 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被警方确定 侦察员便来到了丹东市镇安区九连城镇套外村 进行走访排场 经过村民们的辨认 侦察员最终将视线锁定在了一个叫王奎祥的人身上 王奎祥 吉林省吉安市人 来镇安区九连城镇租房居住 已将近两年时间 据村民发现 王奎祥没有固定职业 平时为人孤僻 不碍与人接触 经过村民们的辨认 加油站监控录像中的这辆蓝色摩托车 与王奎祥的摩托车非常相似 这也是穷空潮倒 不说是无设人 也是那种前途 穷空潮倒 一个人在当中一回来 事不宜迟 一组侦察员在摸清了王奎祥的活动规律之后 将王奎祥抓护 审讯中 王奎祥只好否认 5月9日凌晨曾经去过案发现场 并坚决表示并不认识两名受害人 为了找到的作案证据 办案人员对王奎祥的家进行了依法搜查 可令人失望的是在王奎祥的家中 没有找到任何用逼证据 难道王奎祥确实与本案无关吗 审讯中 王奎祥坚持说 5月8日夜里 自己在家看电视 看到很晚 并且他还准确地说出了 当晚播出的电视节目 在这样的情形下 如果警方在24小时内 仍然无法找到证明王奎祥在案发当天 去过现场的有力证据 警方将不得不释放王奎祥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 专案组决定 对王奎祥的摩托车 进行一次更加细致的检查 技术人员对摩托车上附着的杂物 进行了停止 并逐客进行检验 在对摩托车油箱右侧 附着的物体进行化验后 发现这是一块人体组织 并且经过科学检验 这块人体组织 与难受害人的完全一致 在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王奎祥 交代了5月9日凌晨 主持一人驾驶摩托车 来到陈刚夫妇 所经营的餐馆 杀人抢劫的犯罪事实 所有新农决 所有作案事件 公平率 这都做了很长时间 作案当天 电视台也从节目 他都记住了 据王奎祥交代 大概半年前 他来到受害人陈刚夫妇 经营的餐馆吃饭 在结账时 由于怀疑饭费计算错误 与老板娘发生了激烈口诀 王奎祥自从来到丹东后 工作一直不顺利 经济就为解决 由于看到陈刚夫妇 佩戴着大量黄金首饰 便产生了强烈的极度性力 在离开饭店后 他一直对陈刚夫妇怀恨在心 于是便细心谋划 对陈刚夫妇所经营的餐馆 实施盗窃 在作案中 受害人突然惊醒 请接着下方奎祥 被用随身携带的一把榔头 对两名受害人进行殴倒 从而导致男受害人当场死亡 女受害人至今仍然昏迷 可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王奎祥供述 案发当晚实施作案的 只有他一个人 为什么女受害人说 有两个人 被害人头部受到严重的撞击 我们当时根据这个法医描述 他头脑可能讲出来的东西 以及他的回忆 他记忆不是非常清晰 如果正如办案人员推断 女受害人是因为脑部 遭受击挡后 记忆出现偏差 那么为什么监控录像中也显示 先后有两个黑影 进入案发地 面对这个疑问 王奎祥供述 案发当晚 他先起摩托车 来到饭店门口踩点 在确认两位店主 确实已经入睡后 他先用随身携带的撬棍 撬开了防盗窗 由于担心两位店主警觉 他便又开着摩托车 兜了个圈子 将摩托车停在了马路对面 在确认两位店主 没有被吵醒之后 他便进入饭店实施作案 英文 Boys 平准 商修 报告 请不谢 请不谢 吃什么工具 높 你们使用什么工具 什么工具 禅台 你有什么转点 什么工具 从这边出来了 从这边出来了 好 你注意一下从这边出来了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5月9日凌晨坐完案后 他便骑着摩托车来到鸭路江边 将坐案工具全部扔到了鸭路江中 通过监控录像中的行走路线显示 犯罪嫌疑人在坐案后确实来得过鸭路江边 摩托车邮箱上发现的人体组织 也成为了监盔翔犯罪事实的有力科学依据 虽然经过了细致的谋划 但是犯罪嫌疑人监翔依然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一起突如其来的黄金锦案 一个四处流窜蒙面作案的直将劫匪 到底谁是隐藏在茫茫人海中的白衣男子 监控中经现犯罪嫌疑人影像 警方锁定目标 发现暗中有案 神秘的白衣男子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な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